看片之前記得訂閱如一Youtube 有你們的支持我們才可以走得更遠 未講計劃我先講壓力 每個人都問我有什麼搞要怎樣 所以其實我進來的時間沒有考慮那麼多 但現在每個人提問的時間 其實我越來越緊張了 當然進來亞洲電視 我希望能夠緊盡勉力 將亞洲電視的製作激活性 因為我覺得電視台如果沒有製作 就等於認同一個虛學 所以我們首先要製作一些節目 輕便一些 我們製作一些生活的節目 一些旅遊的節目 我覺得現在文旅節目都大行其道 我們都會有一系列的節目出來 還有玄學節目 我們又請到司徒發政師傅幫我們 我相信大家都很有興趣 對於我們中國傳統的東西 甚至乎一些未解之謎的東西 大家都會吸引他的 還有我們會有財經的節目 有郎恆教授和我們主持一個叫做阿士郎財經 郎教授是一個非常出名的經濟學家 他的節目已經是很多人捧場 還有我們有一個電視台 從來沒有製作過節目 就是講古董的 我們希望這個古董的節目 透過這個節目去介紹到古董背後的故事 除了認識古董的真假之外 我們還最重要的是歷史 它的文化和它的美術方面的情況 加上我們會製作一些機會 讓大學生和中學生很近距離觸摸真品 從而了解到每一件物品的朝代 背後的故事 我相信這個是非常吸引人的 甚至自己有沒有計劃 你做管理層做很久了 做班牧前 做班牧前 嚇死了 滾卡真的滾到手指頭掘了 很感謝真的很多朋友支持 好像今天我們這個晚會 我們真是很開心很開心 我們原本不想請那麼多親朋戚友 然後打擾別人 但結果到今天 招開晚會 還有人希望參加 結果超爆標 差不多超過八個客人 我們沒有位置坐 現在我們盡量安排 希望大家開心心聚咎 最重要的是大家對亞視的情懷 以及大家曾經在麗的亞視 合作過的一種情感 我講講自己非常感觸 因為剛才拍攝的時間 看到舊的片 溺溺在目 非常感動 有時候的節目 如果是適合自己的 我都不排除 會站在第一線 跟工作人員一起去作戰 不排除有些地方我會做導演 不排除我會做監製 但我知道 好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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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亞視 六年 是 沒錯 首先講一下你有甚麼感想 再講一下究竟我六年 你哪一年加入的 我當然是在1988年12月1日加入的 是的 所以 到亞洲電視我離開的時候 就二十八年了 我是看著亞洲電視的 在最 最興盛的時候 我就加入了亞洲電視 當然 也看到亞洲電視的 他頒頭的那一刻 不要緊 現在有小明哥能夠回來的時候 希望能夠帶領著我們的 亞洲電視 繼續 再次飛揚 你還記得自己多年 做過甚麼代表作 嘩 代表作 代表作就是好 你不覺得是代表 只是拍過而已 基本上 拍了很多戲 前期做很多婦女節目 然後拍過很多電視劇集 我來自潮州 我來自廣州 我來自廣州 中環四海系列等等 都是我曾經拍過 亦都令到我 在每一個觀眾裏面 心目中留下最大的印象 都是這幾套 你說是否代表作 我就不敢說了 只不過我曾經拍過 這個角色 你自己到現在都很記得 其實各個角色我都記得 不過最重要就是 當然不少得 就是中環四海裏面的 肥仔玉 這個角色差不多 好像為我而捨 當然到現在為止 我現在回到內地 大家還記得我兩個名字 大家都不太記得我 叫劉錫賢 基本上你一見到我 就叫我 我來自潮州的時候 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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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就叫我 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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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沒有人再記得我叫劉錫賢 只記得我們兩個名字 是否因為那時有名 所以帶到你 在經濟上賺錢 我叫登台 其實都很多 其實真的很感謝亞洲電視 因為栽培了我這麼久 自從其實都不止是那段時期 我記得我第一次踏足 內地開始賺錢的時候 1992年開始被賣 一直都沒停過 是啊 當然就是 我來自潮州到 我中華四海的時候 的確是更上一層樓 所以直到現在 可以這樣說 還在吃老本 謝謝大家 哈哈哈哈 是 希望他可以繼續發光發熱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希望閃銘哥這次回來 可以令到我們整個亞洲電視 有一個全新的形象 和一個全新的看法 可以令到觀眾再次接受我們亞洲電視 這件事就是 我覺得是 最大希望能夠做到的事情 OK 對 有時候這樣過去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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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鐵下河是中國 香港人仰致天威 陳廷威 現在說國語多 是不是 我最近 剛剛從東南亞回來 所以 那些 泰文 那些 韓文 那些 馬來西亞華 每樣都要認識些 是吧 嘩 很高興 很久沒有見你 小魚 我今天 回來 我很開心 又見到很多老朋友 剛才還見到江濤叔 肥仔 我來自潮州 我來自廣州 也是我拍 還有聖者為王 還有小明哥 海瑞鬥嚴嵩 我很記得 因為每一套 我在亞洲電視都是 第一男主角 那時候的收視率 跟隔壁那台說 有得揮 現在就不用揮了 有關他的想法好像是罪疚 很開心 是啊 有激動 因為我大部分時間 都在外國多 很少在香港 今次回來 就是 有些 開心又感觸 見到很多朋友 有 有 有 他們都有聊 還有現在 就流行搞一些 直播 那些 很多都是 在聊 看自己的時間 忙不忙 狀態就維持著 年年十八歲 沒什麼變 最重要是開心的一天 多謝 多謝 希望亞洲電視 六十六周年 再創高峰 綠綠大信 sha win 可不如說說你去了哪裡 郭德琳沒見到 你去了哪裡 我 我 因為我外面有做些生意 譬如在馬來西亞 有一個叫孟努西 那些單核細胞 年青十年 是德國的 所以 我覺得 人最重要 身體健康 快樂 和自由 所以 我有個平台 威威世界 希望 大家 微微摔摔 才微聽 又要靚 又要開心活一天 最重要身體健康 你幾分 我 我 我呢 就是 還是什麼 還是什麼 就是 自由身 我在工作上 和各方面 你知道 以前都是地下情的 是不是 現在 現在都是 自由身的 我沒有說到處去說 是你知道的 誰是 你沒見過 那就約你吃飯 帶他出來看看 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他的樣子挺像我 哈哈哈哈 不是 說笑而已 就是 我最近 和我家人 我姐姐 我姐姐真的很像我 很高興 和家人一起 吃飯 說起以前的事情 現在 很多事情 不是我想當年 是他們想當年 因為我到處走 我 每天轉地方 根本的腦 沒得去想以前 怎樣 我覺得做人 一定要活在當下 開心心 這個是我的宗旨 非常享受自己的生活 謝謝 謝謝 謝謝小儀 謝謝 好 機格預備 三二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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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訪問你的 是 66年 你時間都好像覺得很怪 我覺得很早期已經在 麗的 好 其實呢 我很年輕 很年輕 很久之前 我已經是 跟這個 亞洲電視有關係 我記得那時候 我還未曾拍過戲 我拍了一個唱片風套 叫做碗花細劍錄 當時 蕭生叔 他叫我進去 我幫你化了一個漂亮的妝 劍盒的妝 然後拍出來 很棒的 然後進去 他們的化妝間 給我一些服裝 黏著頭 好像沒有黏鬚 因為我自己本身有鬚 好了 做完之後 一出來 蕭生叔 哇 很棒 很棒 進來 和我拍幾個照片 做武俠 劍盒 所以那時候 已經可以說 跟這個 亞洲電視 是很有關係的 那套電視劇 叫做碗花細劍錄 主題曲 也是由李龍基主唱的 當時 都挺受歡迎的 挺喜歡的 後來呢 我還記得 哥哥張國榮 就很喜歡這首歌 很喜歡這首歌 他說 我都要出唱片 我都要唱這首 叫做碗花細劍錄 當時我和張國榮 都叫做朋友 後來他要錄 打電話給我 喂 我沒有這個譜 因為我們所有樂隊 現在在錄音室 沒有譜 你可不可以馬上拿這個譜 出來給他 我當時由元朗 駕車出去 給他錄了這首 碗花細劍錄 所以後來很多人都覺得 咦 原來是張國榮唱的 其實澄清一下 袁孫主唱的是李隆基 你那些是前輩 都不可以說前輩 其實大家適於微視 一起起步 當然後來 他就是這樣 即是他的曲線 是這樣 我就 這樣 哈哈 哈哈 哥哥給你的印象 是怎樣的 哥哥給你的印象 是怎樣的 其實 我當初認識哥哥的時候 大家都很能笑 真的 其實他這個人很友善 跟誰都好 沒有架子 還有 一說起來 話題很多 所以什麼都可以說 很好一個人 其實我第一首跟亞洲電視唱的主題曲 以前叫做麗的 叫做巨星 林家驊主演 也是林家驊第一次做主角 我也是第一次跟麗的電視唱主題曲 第一首巨星 接著就下來 麗的覺得不錯 接著就給我一首 叫做碗花洗劍錄我唱 這首歌唱完之後 反應又不錯 接著到他開拍這個 路劍明 路劍明 我很記得當時 黎小田 抓了我入麗的 李永基 接著下來 拍劇集 叫做路劍明 將會有一首主題曲 是你唱的 聽著 有快 四拍的 跟著慢 四拍 三拍 快 慢 唱這首 最終我唱了一首 路劍明 其實小田生前都說過 在他作曲的生涯之中 他最喜歡的一首歌就是 盧劍明 因為 跟他自己的風格完全不同 可以說 很破例 亦都是立身 破例立身 厲害 快 慢 四拍 四拍 三拍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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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 路劍明 最近 一個演唱會 其實我沒有選 後來 主人家跟我說 你唱 路劍明 行不行 為什麼 很多人很喜歡聽 但是 很少聽你唱 行 為什麼不行 所以後來經過那次之後 原來 我知道 那麼多人喜歡這首歌 所以很多時候我都在演唱會 甚至乎 接下來的演唱會 賣廣告 接下來的演唱會 我都會唱這首歌 什麼演唱會 7月28日 29、30日 在灣仔醫館 到時捧場 在中間來到 見到很多老朋友 自己的心情 好像忽然間 回到我童年時代 很開心 老實說 實在太久沒見 而且 其實在這裏 有一種很特殊的感情 不知道為什麼 當你進來這裏 你就很開心 真的 好像完全沒有所有的牽掛 每個人都很友善 甚至乎以前 在友台那些過來的 又不停見到 嘻嘻嘻嘻 所以其實這個圈子 都不是太大的 所以開心 這裏有隔離唱會 跟女朋友的運事 怎麼搞 我真的要忙 這個八月 最有空要過了八月才行 因為這段都很忙 有演唱會 接著 獲來有很多演唱 因為一開放了之後 嘻嘻 你的工作 接種而來 所以就比較忙 到八月 八月後 就可以了 以前說 早看新聞 就說 女朋友 那個Hermas 現在幫你代替 你賺的 他現在買多幾天 幫你代替 不再提這些事情 玩的事情 不要再提 不要再被人誤會了 不要了 不過 我們今年應該會結婚 不過 就不會大搞 因為 他又不喜歡太熱鬧 我也不是太喜歡太熱鬧的人 總之兩個人開心就可以了 我父母不在 但是他父母在 他父母答應 沒有問題了 會否因為這麼多是非 所以想減減 會覺得不好 適合 都是的 都有 這裏其中一個因素 在這裏 都是 是 是 好 麻煩 好 再低一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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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重遊亞視有什麼感到嗎 重遊亞視當然是很大的感觸 剛才 我呢 就很聰明 因為呢 門口兩個電梯都爆了 我呢 就在旁邊的電梯上 怎麼為什麼還沒開 我就走了五層樓上來 身水身汗 不過都很開心 我以為是很聰明 熟了路 誰知道不開 不過 無論如何 都好 回到亞視 Studios 始終都很開心 好多美好的回憶 开车节目,开正美国行,有成机可以看着哪一部买哪一部 不会,开车节目就是开,如果开正哪一部买哪一部 我想每天跟他打工都不行,我自己已经是车痴,已经有超过一部车 老婆不准再买 是不是靠这节目指引人 这个节目绝对可以指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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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引人 如果可以的话,其实现在我很多时候,如果是制作团队可以的话,方便的话 我都会带老婆去,因为有很多地方我自己都没去过 刚才跟记者朋友都说,一些偏远一点的新疆,内蒙古 这些地方,是自己都未有机会去过,很想去的地方 如果真的有可能带太太去,不用自己跟团去,会开心很多 第一,招待都好些,如果可以做到这些东西,我觉得这次节目真的一百分 会不会是这次拍这一个,当时,那些人是叫做这些台湾 那会不会说他都自己做监制 其实我都有想过的,不过就算不是做监制,形式上都似似的 因为我们这些老演员都很喜欢给很多意见,就算不是做监制 其实这些节目都是我自赠给小明哥的,名字都是我改的 初初不是用这个名字的,太游,什么开心的那些 我就说,不是小明哥,我反一反句,叫做太奢华 好像有点反了,好像不是很正路的 小明哥又说,拜,起码听起来,好像挺吸引的 小明哥不是找回来做下试一个吗? 没有,现在没有一个,现在这个世界是没有一个的 你只要做到节目,你只要卖到,只要卖到给客人 就是一个好的演员,我很期待可以做回节目 可以和多些朋友合作,多些做回节目 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好,预备3,2,3,2,3 好,男孩仔,今天我知道你业界委员的新品来的 是支持小明哥,还是怎样? 那又不是的,其实又不是只是业界委员的 我自己以业界的从业员也好 以一个艺人也好,导演也好,编剧也好 一个电台的节目主持人也好 或者是一些公职的身份 我都很愿意全力支持小明哥 因为小明哥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尊重和学习的一个大前辈 无论他在幕前和幕后 其实我觉得我们香港或者我们全国的很多演艺界 其实都很值得向小明哥学习 他那种不断进步,不断去转变 是製造了很多的可能和很多的很精彩的一些作品出来 所以今天来到在公在私我都一定会来支持小明哥 还有徐太 还有徐太 其实我未知他们的新转型是怎样的 就是转做网台 就是只是做OTT 我觉得其实OTT是未来的大趋势 基本上传统的电视平台相对都会比较辛苦一些 但是他一定有他存在的价值 OTT是很大的可能性 也是很大的商机 所以如果将来有需要有合适的 小明哥他叫我而我又做到的话 我一定全力支持他的 小明哥没有理由只是约你来的 应该有谈过一下 当下搜索了吧 蛤? 上次在电台他有提过一下 但是我今天真的来支持他 因为我自己我现在主要的身份是一个学生 我经常要上学 所以所以 是未拍剧我想就难的了 但是到底有没有什么可以 大家可以合作到的又可以支持小明哥 又可以支持整个业界 那我都会乐意的 你会监制或者导演过人一些? 是啊 我现在做监制和导演开心很多的 因为只是只有人做得了 以前自己要埋位拍一叫埋位我很害怕 现在通常埋位是一些演员 但是其实不是的 责任很大的 就是你要做监制编剧和导演 这些是我自己的兴趣大的 如果在这些层面上 我觉得在这些层面合作的机会比我在幕前大 OK 就吃完 先慢点 先慢点 好 好 謝謝你 好 謝謝你 好 謝謝你 好 謝謝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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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